来20线94K明霸克路桥 8月7号因土石流冲击 A1到P2桥面板流失 抢修后已在8月25日开放管制通行 目前每天开放三个时段 9月2号下午3点40分 明霸克路桥变道玉碎西区域开始下雨 西水逐渐变佐 养工处及时下令各施工人员机具进行撤离 并在下午3点56分 在官方明霸克路桥变道通行赖群组公告 下午4点30分至5点30分之时段 进行预警性封闭 民众也都相当配合 并无发生硬闯事件 之后监视人员在下午5点发现玉碎西 再度夹带土石泥流下冲 属性变道已提醒封闭 并无造成人员机具的损伤 且因为最近变道持续加固补强 上游侧阔挖沉沙池 下游也浸深挖宽水路 使昨天的土石流 对于变道并无造成重大的损伤 仅路面造成少许的衣泥 已在今天3日清晨紧急改善完成 并在上午7点正常开放通行 对于昨天降雨引发之土石泥流 并未对寒管变道造成严重损伤 可知目前变道的安全性 已经比上周略有提升 有建议父亲以上民众通行 学生上下学及公务执行需要等原因 甲心段在今天早上11点 在明霸克鲁桥变道 邀及桃源区长及父亲山里里长 进行后续管制措施讨论 依据多日观察并绕通行状况 经节域扩大开放时段 开放时段逆调整增加为早上7点、9点、11点 及下午1点、3点、5点 共6个时段 每个时段开放30分钟 后续将是限地变道加固改善的情况 持续滚动检讨相关管制措施 在确保用路人安全及兼顾施工安全状况下 尽量满足用路人行的需求 但是山区地形与诱发玉碎溪土石流几率仍高 通行维生变道受灾风险仍高 阳空处也建议用路人非必要避免进入山区道路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尤其是下午时段山区有午后阵雨 更要尽量避免通过 尽量避免通过